虽然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 对于弱势族群以及独居老人的照顾 东子部的官兵们也都义不容辞 除了独居老人的送仓服务外 为了让社区的长辈能够接轨一化的时代 利用空侠的时间 军人摇身一变 马上就变成了老师 提供社区内免费为乡民上课 便让乡乡长吴欣应为此感到钦佩 对我们行政单位 对我们前乡的这一个乡民 一切已经是前草而出的尽力了 今天我们都心里有非常好的一个感受 那今天刚好你看我们抚衍社区的 我们的村长 我们社区理事长 社区的理事也这样子进来 这代表说我们的所有的乡亲 真的非常感激 指挥部对我们平常的这个付出 东指部指挥官红红军表示 保卫国家是军人的天职 敦亲木林是军人的本分 正所谓爱乡爱民也爱国家 有安定的生活才会有繁荣的国家 我们在北南乡算是太平 算是北南乡的一份子 也算是乡民的一份子 我们想爱乡爱土爱国家 那人家这个乡是让我们就要尽我们自己的一份本分 尽我们自己的心理 我想这个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分裂室 真的不足挂室 军民一条心 社会才会和谐 只要乡民有需要我们的地方 军人一定会义不容辞 东南新闻 陈敬雄 北南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